被兔子咬伤怎么办? 最近有小伙伴私信问 被小兔子咬伤,抓伤了怎么办? 需要打疫苗吗? 由于最近关于发情期脾气异常暴躁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咨询过后得到的结论是 家养宠物兔不携带狂犬病毒 除非养你的兔子被病犬猫咬过 如果伤口过身,轻易消毒后 实在不放心可以去医院打一针破伤风 避免伤口感染 那是什么导致龟臭可爱的小兔的 发生咬您的情况呢? 兔兔之所以咬人 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兔兔进入发情期 这是每只兔兔都要经历地 从小兔子变成大兔子的过程 部分兔兔发情期会出现咬人 后时,领地意识强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在打索笼子的时候 可以把小兔子放在笼子外面玩耍 避免被咬伤,解决方法 兔兔成年之后联系一种医院进行绝育 二,兔兔天生胆小 作为食物链最底端的小兔鸡 遇到比自己大几时上百倍的人类 怎么可能不害怕?所以如果小兔子 不喜欢抱抱,就不要勉强了 避免争扎过程中分会上当 解决方法,买点兔兔喜欢的草堂 增加放风时间,多么摸他的小脑袋 期间不可打骂兔兔 让他相信你不会伤害他 三,兔兔天生脾气臭 如果出现不再发情期兔子主动攻击人的情况 那他把诚是把自己当成家里的老大了 解决方法,按头警告 按住他的小脑袋 直到他不再争扎再放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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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